我国乒乓球队前任主教练刘国栋 昨天凌晨5点多抵达了失诚 他认为拼总会长对没有提名 他为最佳教练的解释有欠公平 除非拼总和会长还他清白 否则他打算采取法律行动 来看记者黄双喜的报道 从北京非敌我国的刘国栋一下机后 再忙着接受媒体访问 他说在抵达失诚前一天 他尝试联系会长李美花 可是电话没有人接听 刘国栋准备逗留六天内 希望能圆满解决这起事件 主要目的我就是想就是什么 第一我就想我把这个事 我把这个事情完了我要给他解决了 这是第一 第二话就是什么 你们有什么说的什么哪些东西 我来你起码就有理由 不能光是口头出来来说是 其实我现在我也在等他们什么 等他们说拿出来 我品质不正的 原因就是那个什么 原因理由证据 如果没有的话 我是不是可以告他 刘国栋透露 他接下来将和在本地的朋友联系 其中就包括了带队出席 北京奥运的李斌汉 不过他不愿意透露更具体的计划 我过来了肯定是有理由的 而且我现在我这两天是在等 等的时候我也在琢磨 我怎么样来解决这个事 到最后我会上诉 他如果没有一个很明确的 我会上诉 上诉就是什么 拿出理由 其实正常来说 他应该 现在我应该让他拿出理由来 应该让他来提出来 对不对 你为什么这么说我 是谁说的 你把队员叫过来 我们俩当场对峙 而且我也会告诉那个说假话的人 我肯定会跟他追究到底 社青起步高级政务次长张思乐 在奥运健而栽培计划的记者会上 被问及刘国栋事件时 张思乐希望事件能紧快平息 我觉得最主要是 这整个事件不要影响到我们运动员 还有教练们 他们的就是 他们要争取更高成就的一个毅力 还有他们的决心 我就是希望 就是大能家能和气 解决这个问题 新传媒新闻记者 黄双喜报道 民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